上期我们讲到这个外交部长谢瓦纳兹辞职了 就在他这个宣布辞职的这一场人民代表大会上 他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人叫沙卡洛夫的 他们是一块共同创办一个叫纪念组织的 叫亚达默维奇 这时候就向这个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警告 说你手上一直没有过鲜血 但是现在军队正在掀起一场大屠杀 他们会拿你的西装去擦拭他们血淋淋的双手 这个警告很快就来了 1月12号的时候 内务部的部队和KGB就打算要推翻 刚刚宣布独立的立陶宛政府 立陶宛首都就是威尔纽斯 这时候发生了这个街道的枪战 坦克也开进了城市 布拉格之春重新在这上演了 立陶宛就被要求必须赶紧正常化 清理门户镇压媒体 但是这一次立陶宛没有屈服 他们还是掌控着纸媒呢 而另外的那个苏联的另一股势力 叶利钦也是公开支持这些波罗的海的三国的 当天晚上呢正好是叶利钦呢 去参加一场这个有一些什么改革者呀 艺术家呀 新闻记者呀 还有这个外交官这些 他们来一起庆祝莫斯科新闻60周年的这么一个宴会 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立陶宛的这个事件 叶利钦还有这个 不是叶利钦 叶格就是那个亚克利夫呢 就考虑是不是应该取消这个宴会 但是呢当时的报社的记者都反对 说你应该反而到其心 反其道而行 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场合 把这个国内的精英召集在一起 趁这机会呢 我们发一叶声 我们要告诉戈尔巴乔夫 我们对这个立陶宛的想法 这时候坦克呢 已经包围了立陶宛的这个 叫什么 这个首都电视广播中心了 而且呢还控制了主要的印刷厂的新闻这些传播 当时呢 叶格正好就站在这个聚会的这个主席台上 他就看到了那些坐在观众席上的 那些他的报社的记者们 然后就命令他们 马上去波罗的海三国 晚宴还没结束呢 这帮记者就直接出发了 很多人身上啊 还穿着宴会的那服装呢 意思就是我根本都没来得及回家 就直接出发了 叶利钦呢 也在这个宴会上提前离开了 动身直接到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三国 跟这些领导召开紧急会议 午夜大概过了没多久 这个苏联的特别部队就冲进了立陶宛的电视广播中心了 立陶宛的那个当时新闻主播啊 正在那儿 主播当时的这个实况呢 现场啊就一直一直坚持直到这个队伍冲进他的这个演播室 然后呢被强迫停播 然后大家就在电视画面前只能看到一片空白和那闪烁的黑白点 而真正的战场呢 是在这个电视发射塔的外边 这时候呢 苏联的士兵就朝那些手无寸铁的 而且呢 试图保护这个电视发射塔的群众就开枪了 造成了大概14个立陶宛人身亡 140人受伤 苏联电视台呢 没有播这些画面 只是把这个镇压行动啊 说成了呢 我们遭到了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发起的攻击了 除了一位电视主持人 叫这个米科瓦的 米科瓦呢 当时是专门主持夜间新闻播送的 他拒绝在他的这个新闻节目里呢 去朗读那个官方的声明 但是呢 大多数的电视节目都加入了官方阵营 甚至包括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这个节目 消息管道呢 后来只能够来自于一个私人的广播电台 叫莫斯科回声 就是这个 这是他的那个台标 KGB啊 是比任何人都知道电视台的重要性的 所以为了防止事态蔓延呢 KGB赶紧就行动起来了 那打头阵的呢 就是派到这个电视的空降兵 亚历山大涅夫佐洛夫 涅夫佐洛夫啊 立即就赶到了立陶宛 跑到这个威尔纽斯电视台 然后呢 拍了一个部这个大概十分钟的新闻报道 呃 他呢 就是跨着一个那个肩上啊 跨着一个AK47的步枪 呃 然后呢 他用一个瓦格纳的 这个莱茵的黄金 Dash Rigo 我给你听一下 这个音乐来作为背景音乐 画面里呢 涅夫了佐夫 就大踏步的走进了电视台 然后跟一些那个一脸严肃的俄罗斯英雄 和帝国守护者们开始交谈 这些英雄呢 就在说他们正是帮助那些说俄语的民族 去对抗立陶宛的民族主义叛徒 他们是来消除法西斯威胁的 而至于什么那些脑袋被什么警察给砸碎了 或者说被坦克撵过的这些立陶宛人啊 突根洛夫 突根洛夫呢 就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这些人其实是死于心脏病 或者是交通意外 涅夫佐洛夫啊 很快呢 又将这十分钟的报道啊 给扩展成了一个上下级的一个纪录片了 名字呢 就叫做我们的人 这个我们的人 那就是相当于在说立陶宛人 不是我们的人 是非俄罗斯的人 尼弗洛夫啊 后来他自称他的后台呢 就是那个秃头的 就这个 戴眼镜的KGB局长 这个科夫 叫什么 科优 科夫 尼弗洛夫啊 吹嘘就说啊 他呢 家一家啊 都是KGB 他祖父 就是一个KGB的一个将军 1946年到53年的时候呢 就跟立陶宛游击队打过仗 哎 完了那个时候的游击队呢 其实是妄图反抗这个苏联的占领的 所以他爸爸就是为了捍卫这个立陶宛的 突哥内夫还说呢 他就是一个KGB家庭长大的 而且这局长没事还经常的来找他 请他帮忙 灭福佐洛夫后来啊 坦诚说啊 说其实首都这个威尔纽斯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站在哪一边 这个纪录片里边啊 那个画面呢 就是有位俄罗斯的一个官员 就站在电视塔那个一个窗的边上 窗户边呢 完了呢 凝视着外边的黑暗 对这个突夫佐洛夫呢 就在那说 现在这个立陶宛阻击手 是怎么怎么去瞄准他的士兵的 这些没有名字的立陶宛人 就是法西斯分子 他们在朝我们的人在开枪 这个纪录片呢 后来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认为啊 纯属于这个表演 你说要是真有那阻击手 你这个拍照的时候 你又是灯光打着 又是什么的 把这个室内点的那么亮 你不是就是成了一个 最明显的目标了吗 结果呢 突夫佐洛夫呢 就回击说 你们这些人不了解 我就是要把灯光打开 我就是希望他们朝我们这开枪 我特别需要一个动态的画面 你比如说 川普被击碎的那个画面 所以我才要这么做的 我才要把灯光都打开 这个纪录片里边呢 还不曾这个访问过一个立陶宛人 总之吧 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宣传的这个目标吧 敌人啊 必须是集体的 而且必须是没有个人名字的 连这个 托夫佐诺夫也说啊 他说我呀 当时真的是非常真诚的 我不是从一个苏联人的身份 来为我们的士兵说话的 我是以俄罗斯爱国者的身份 我就是要支持打击国家中的那些野蛮人 我是俄罗斯的真正的爱国者 这个纪录片立刻就受到了真理报的赞扬 随后呢 在这个国家电视台啊 连续播放 一开始是十四次完了 以后就不断不断不翻啊 但是他呢 开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先例 就是过去啊 苏联的电视台的政治宣传那片子啊 特别的枯燥无味 但是呢 他给拍成了一种 这个让你感觉啊 扣人心悬你知道吗 他把那个新闻报道啊 拍成了特别像电影大片 又有音乐烘托 完了以后场面啊 各方面 特别像那个好莱坞的电视大片 而这种的这种方法拍新闻啊 这种现象后来就在俄罗斯的电视媒体中 不断不断的上演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直到2014年的时候啊 你们全世界都会在 这个电视上看的 就是乌克兰 你会看到啊 那拍摄的那个场面啊 比当时在这个 立陶宛拍的 那要宏大 十倍都不止 因为普京特别知道 电视宣传的威力和重要性 只不过呢 在1991年啊 这个甭管是这个 托夫 左洛夫这边和这个他拍的这个影片激怒的那帮人这一边 还是说这个反对的这一边 没一方站在苏联总统这边 你就像这个 托哥诺九夫这边啊 就是责怪你格尔巴乔夫行动不够果决 而且你没有后来继续增兵进行支援 你等于是把这个 你抛弃了那些 驻守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维埃的战士 另一边呢 就是责怪你格尔巴乔夫就不应该一开始你就下令进军 总之吧 他的决定就没有一方满意的 而格尔巴乔夫解释说呢 当时发生攻击的时候 他正在睡觉呢 他把这个罪过就直接归罪于是你地方当局做的决定 跟我毛关键没有 立陶宛这个维尔纽斯的事件啊 对耶格和亚克夫列夫这些 这帮这种知识圈 新闻圈来说 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 这个事件呢 抹去了他们曾经相信的一切一切 包括他们支持重建政策的那些幻想和曾经付出的努力 而保守派的反扑啊 让他们看到的只能说维系这个政权 只能靠暴力 还有就是不断倾泻流出来的各种谎言 第二天 也就是说这个流血事件的第二天 莫斯科新闻就在报纸 整个报纸边缘印的一个大大的黑框 来表示哀悼之意 满满的八版的新闻 全都是跟这个事件有关的 而这个报社呢 他们那些记者呀 编辑呀 就在他们报社那个大楼上啊 直接就悬挂着那种带着黑带的旗帜 并且呢 在那个大门口 直接就放上了一个标语 立陶宛流的血 是我们的血 而这个报纸的头版啊 看出来了一张年轻的一个男人 手拿着立陶宛的国旗 对抗这个苏联坦克的这么一张照片 底下的社论呢 那个标题就是 不愿离开舞台的政权之最 社论里呢 写到就是 在这个威尔纽斯的这个血腥星星期天 过后 总统那个 最推崇的 最爱的那个什么人性社会主义呀 什么新思想啊 什么共享欧洲家园呢 这些议题 还剩下什么 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个社论的结尾 还用了索仁宁奇的那句 特别有名的名言 别靠谎言度日 然后呢 这个社论又呼吁 我们尤其我们要要求新闻记者 如果你没有力量 或者能力说出真相 你至少别涉入谎言 这桩谎言 不会在明天败露 也不是在未来败露 这个谎言在今天 已经被看穿了 莫斯科新闻这个报纸 在最末页的右下角 还刊登出了 这个决定退党的 报社记者的姓名 而姓名呢 是这个名单 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 最后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亚科夫列夫 他当了36年的共产党员 可以说这个事件以后不久啊 正好是耶克的 这个亚科夫列夫的 这个六四岁生日 他最亲近的几个朋友 来过来给他助生 结果呢 他的儿子啊 后来回忆说 那个生日是他永生难忘的 因为平时啊 你想生日聚会嘛 都是特别欢乐的 但是那天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大家都不知道 该跟对方说什么 信仰垮了 不知道怎么去认识 和加入 现在这个世界 可以说啊 就是这一群 为这个事业 奋斗了这么多年的人 他们垮了 莫斯科新闻 还有这个莫斯科新闻的这些读者 对戈尔巴乔夫的背离啊 确实对戈尔巴乔夫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他呢 一开始啊 是要提议 暂缓 执行这个媒体法 哎 我要收紧 他要把这个印刷和这个电视啊 这些媒体都要纳入到最高苏维埃的直接管控中 直到呢 这些人能够保持客观的立场 才可以 结果呀 他在这个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啊 他还把这个莫斯科新闻 直接就用他这个莫斯科新闻的英文名称去称呼 这The Moscow News 其实言外之意就说啊 你这份报纸 你现在啊 你就是有那个外国特性 你跟政府是被离的 可是啊 这戈尔巴乔夫他也很矛盾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就有一个报社记者 直接就公开的质疑 你这个暂缓的这个提议 结果戈尔巴乔夫啊 就又好像又 把他前几分钟说那话 又给通回去了 可能是他自己啊 也不能说服他自己 你说这些报纸 你是西方势力啊 你是反政府的 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这说这话吧 没有说服力 可是呢 他这一来回一摇摆啊 这强硬派 就觉得呀 你太软弱了 戈尔巴乔夫啊 你拒绝为我们这种在这个威尔纽斯的行动 你背书 你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忧 你给了别人一个把柄 也就是在这个事件的一个月后吧 这个戈尔巴乔夫呢 就收到了KGB这个局长的一个分析报告 逼着他要对这个媒体进行管制 保护苏维埃的宪政秩序 而且跟他说了 现在的事态已经很清楚了 意识形态作为捍卫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 如果它被弱化了 必将会让其他的政治力量所取代的 那个时候他们认为KGB 不是不是KGB了 苏维埃政权唯一可以自救的方法 那就是坦克 可是差别就在于什么呢 戈尔巴乔夫 在不在这坦克上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